第五行 它说要发乐 那么依佛法来说 谁没有过失 这儒家也讲 能非圣贤 俗能无过 那么其实 即使是圣贤也有过的 在佛 不管是儒家的圣贤 还是佛教的圣贤 基本上还是有过失 那么出果 恶果 三果 哇还有烦恼 还有贪嗔痴 恶果还薄贪 三果没有御贪 没有称 但是还有涉贪 奴涉贪 一样有过失 那奴家来讲 孔子甚至说 再给他多几年 学义坚 可以比较没有大的过失 那么最有修行的 原回 也只是不恶过 也不是没有过失 所以 人非圣贤 俗能无过 气质是圣贤 也有过失 那何况 何况我们不是一开始就是圣贤 但是圣贤的过失就比较小 没有大的过失 是这样的 或轻或重 大家都是不免违违反的 很少不犯的 几乎没有了 在这个世间 因为大家都是带着烦恼来的 所以难免都会有过失 但重点不是有过失 而是你知不知道你有过失 那你会不会改 能不能改 重点是在这里而已 所以大家都是不免违反的 只要能生惭愧心 肯炸的这样就好了 所以有过失不是问题 问题是有过失之后 你会不会改 愿不愿意改 就好像说 人吃无骨杂粮 那谁不生病的 那有病不严重 有病没关系 只是有病你愿不愿意医 有没有医的好 问题在这样而已 那所以正如奴家所说的 过择不但改 不但改 这个是文语里面的 学有编里面讲 有过失不要怕改过 凡是放弃而又复长的 过失是越来越重 因为你怕人家知道 那怕人家知道 你又不改 那这个就麻烦了 一般人起初 也是小小的过失 犯而不忏悔 就会继续违反下去 所以有点像 那个台湾人讲的礼语 就是说你不知道它是一种过失 那你就越来越犯越重 越来越犯越重 但是如果你知道 那么你可以克制自己 然后改过 那么基本上就可以避免有大的过失 所以久了就会恬不知此 犯急重罪 就是渐渐会失去惨愧心 因为惨就是什么 自己知道路上不好 亏就是很怕别人知道 那么就是有羞愧心 那你现在把它复长 你这个 而且你又没有改过 你一直犯 那么这样基本上就越来越严重 就会继续 重点是你会继续违反下去 久了就会恬不知此地犯急重罪 举例说如梦中常有惠物 独树 你把它倒出来 暴露在太阳底下 很快就清净了 洗一洗就好了 那你盖得紧紧的 怕这个惠气外泄 那不但不会清净 反而是越久越臭 所以佛智戒律 对于犯重罪而又妇产的 给予加重处分 一般来讲说 看你妇产多少天 你就要多少天的处罢 所以他有加重处分 同时凡有惭愧心的 慈悲心的比丘 见到同学师长弟子们犯罪 应该好好的劝他上来 如不听就公开的举发出来 那这个叫做举罪 他有两种 一种就是你自己 你自己说 你自己不说别人知道 他就可以举罪 就是举发过失 不过举罪是有规定的 举罪要符合五种规定 就是你要去举别人的罪的时候 要符合五种规定 第一个 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死 它是事死 非不死 你先要确定 他是不是真的有犯了这个过失 你不要道听徒说 你就去举他的罪 这样比较麻烦 听别人讲 他犯了犯了什么罪 你就举罪 在大众中说 某某人犯了什么罪 那不要不行 你要先 你要先查证 一般我们都要查证 它是事实 你不要道听徒说 你就去举罪 这样麻烦了 你会 因为你会造成伤害 那听说 就听说就麻烦了 那大家会怀疑 这个人不亲近 这个人怎么样 那他说没有 你就说他狡辩 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空穴来风 就是你要先经过查证 这个是事实 那查证的过后 你才可以举罪 那第二个 实 实 实 非 不实 意思就是说 你又在适当的时间 适当的时间说 比如说 那现在 现在 现在在大家 他的爸爸妈妈来看他 或是他的弟子来看他 那你在这么多人面前 你公开举他犯了什么罪 那你这样 置他于何地 就是这个时候 他想要认罪 你会办法认啊 就是你要在适当的时机 然后举他的罪 你不要在不适当的时机 实 非 不实 就是你要有恰当的时机 第一个要先是什么 第一个要先是 他事实 你要先查证过 第二个你要看恰当的时机 恰当的地方 恰当的人面前 那么举他的罪 所以他说要在适当的时候 适当的时候就是 死 非不死 导师是举适当的时候 他是符合第二条而已 那第三条 就是说 亦劳益 非亦劳益 就是 劳益 劳益 劳益的意思就是 你这样 你这样来说出来 对他是有帮助的 你这样举他的罪 重点是要帮助他改过 可是这个时候 你这样举他的罪 他没办法改过 他还会生起极大的 极大的恼怒 甚至因为这样 他受不了去自杀 那对他来讲 没有意义 就是你帮助不了他 虽然他事实上 造了这个过失 但是他这个时候的心 不堪受这样的举罪 那你这样举他的罪 让他没有办法 想不开 他自杀死了 那本来是要帮助他修导 现在你是会 却伤害到他 或是他会生起极大的烦恼 那么从此一蹶不振 所以你重点是 你这样讲 能够帮助到他 亦劳益 不是非亦劳益 就是你帮助不了 帮到帮不到他 非亦劳益 就是你这样讲 并不是 没有办法利益到他的 就是你可以劳益 你可以利益到他 因为你就好像 你要遇他的病而已 病 你要遇他的病 你现在这样举他的罪 问题是要帮助他修导 帮助他改过 这个是第三个 第四个是 即使要举罪 你也要什么 罗软 就是你讲的话 不能太难听 不能太科普 没有说他是犯了这个罪 你这样当面 你用几乎修路的语言来讲 这样不行 这样谁也受不了 所以 柔软 非什么 出色 那么 基本上就是没有很那种 很粗暴的语言 那么这个是讲的话要委婉一点 那就算他犯错 你也不要把他讲得好像 好像罪该问死 要下十八强低于一样 你重点是要帮助他 那么 第五个也很重要 你之所以举他的罪 他事实上也这样 你不是要报复心的 他之前举我的罪 所以我是要举他的罪 不是的 你慈心的 你纯粹 你的心是要帮助他的 就是非称灰 你不是报复心来举他的罪的 那这个是叫做举罪五德 你必须要举这五种 如果没有 那你不要拒绝 你第一个 你没有查证 听到人家讲 你就说 这个谁谁谁 我听说 你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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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人家忏悔 那这个时机不下当 那你 你 你这样讲 能够 能够在这个时候 帮助到他修道 那你讲的话 不要太科普 即使他有错 没有错 但是也不要 就要近乎修路的语言 那 就是 你不会因为这样举罪之后 有很大的副作用 跟后遗症 那 你的心 真的是为他好 你不用报复心的语言 那么这样的 就是你不是为了报复举他的罪 那么他是 他好不好不知道 你一定不好 因为你真的很忏忏 那这样 这样是 不对的 这个就是 他 举罪要公开的举发出来 那如果有罪 他事实上犯人做不罪 但是你知道 你也不举发 那这个 这个其实 你不举发也是有罪的 那这个有点像 就是说你只想做好人 那大家好来好去 你也不想我的过失 我也不想你的过失 那 看起来 大家都好 但是大家 大家心照不宣 那这样 这样其实不好 这样其实 孔子 孔子最讨厌这种人 这种人叫做什么 相怨 得之解怨 就是会 大家都 大家都 做不好 但是大家都不想 那这样 久了久了 就 就变成一种 不好的风气 是非不分 那道德败坏 所以孔子 孔子说不要做烂好人 相怨得之贼 就会败坏道德 就是因为大家叫做姑息养奸 那这样其实对于这个团子的亲近 没有帮忙 没有帮助 好 所以他说 所以在适当的时期 那么要所谓的举罪 这个是助人为善 因为你是要帮助他的嘛 而且帮助这个僧团的嘛 才能保持生团的亲近 在生团中切勿互相隐藏 而误以为是团结 这个就是孔子说的 相怨得之贼 你也赞叹我 我也赞叹你 你也隐藏我的过世 我也隐藏你的过世 大家看起来都很好 但其实实际上不太好 那举罪其实是 是为了要帮助大家更好 其实是这样 好 倡悔佛制有一定的方法 就是你犯了什么罪 你就要怎么样倡悔 比如说前面讲 跟一个人 跟四个人 跟二十个人 然后要做些什么 那么他有规定的 那 如依法倡悔了 就名为粗罪 就是 那你这个罪就没有了 像浮满了行 罪一样 像粗狱一样 你要关在戒指 要关几天 那你罪 罪行浮满了 你就粗狱了 你不再有罪了 你被此夺的功全 也可以回复 也回复了 出了罪 就还护戒指的亲近 那这个叫做还出还戒 那么 回复亲近的身格 凡是出罪得亲近的 同道们不得在 就案重翻 欺奉 平几 就是他有规定 比如说 我在神团里面 唱尾了 那么已经唱尾了 只有这个神团里面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一个神团 那现在结末了 那我有罪了 我跟大家唱尾 我某某人 那么在什么时候犯了什么罪 我跟大家唱尾 那只有这里面的人知道 外面的人 所以除了这里之外 你都不能讲 这个人刚才唱了什么罪 怎样讲 你不能讲的 你不能到处去说 那个谁 某某人 那么今天送戒的时候 他唱尾 他脱了多少钱 他跟哪一个人怎么样 他已经唱尾了 已经唱尾了 那么只有这里的人知道 他忏悔千千的 你不能再讲 他忏悔当中 你也不能去外面讲 你不可以讲的 你讲了你就有罪 你有过失的 他规定了 因为这样人家才敢忏悔 那我今天忏悔一下 全世界都知道了 那糟糕了 那死以后 谁我确实敢忏悔 大家都不敢忏悔 富长 所以 这个神团我规定 那这个才是正常的 可是现在 就是说 很多人就会说 好像有点八卦 那谁又犯了什么罪 就开始讲 那这样其实不行 所以他有规定 而且你不可以就是 就案重罚 你之前犯了什么 你就是这种人 这样不行 这样你也有罪 那你可以 你看你就是这种人 所以你才要 从常犯这种罪 你会有什么 计讽 然后评级 就是批评 那么 假使这样做 那么 他忏悔清静 没有犯见 你这样讲 你犯见 你必须忏悔 要没有的话 你几次 你几次不听 那你还是要被处罚的 所以关于忏悔而得清静 有两种意义 第一种 凡是违法僧团 一般规章的 大抵是清静 只要执心发怒 承认错误 就没有事了 就是清静了 人家不会再讲你 你也不要挂在身上 因为你跟忏悔过了 那就好了 那么 如果属于重罪 杀到淫忘 或是信罪 就是说 杀到淫忘 也有轻也有重 比如说杀畜生 那是比如说什么 轻的 杀人是重的 杀人里面 又有重中之重 比如说 杀有恩的人 杀有德的人 有恩的人 比如说杀父杀人 有德的人 比如说杀阿罗汉 那么 这一些是有德的 有恩的 有德的 那么这一些是重中之重 那 如果你犯的是性罪 那么 并不是说 忏悔了就没有罪业 还是有罪 但是 没有犯戒的 就是你戒罪 这些忏悔掉 但是即使有罪 它也没有那么重 就是说 因为杀到淫忘 本身就有罪 那么即使忏悔了 不是业就没有了 那如果我杀了 那么我忏悔了 我就都没有杀罪 那因果就不成立了 但是 因为你有忏悔 因为你有忏悔 那个罪业 比较不容易成熟 但是还是有罪业 安全魔人杀了人 他不是 他出家以前 他没有跟佛出家以前 他就有杀害不悔 但是他还是要忏悔 忏悔之后 他还是有人 还是有过失的 所以他去脱脱的时候 被人家用势头打到 满面是血 那 这个有些还是 他并不是说 忏悔后就没有罪了 但是因为你犯戒的罪 没有了 是这样子的 所以 犯成 严重罪行的 会影响未来 那这些罪业 会影响到你的未来 所以 所以 如果你犯恃重罪 那么 虽然你忏悔 他还是会影响 所以说战道 所以战你今生不能成道 其实是这样子 那如果你不忏悔 那战障碍的就更多生了 不是这一生而已 那战障很多生 都不能成道 甚至会让你下第一 累结都在受苦 所以他说 不但影响未来 招感后果 就后面严重的结果 那么 对于现身也有影响力 能障碍为善的力量 如一落入黑社会 就受到牵制 不容易自拔一样 就是你想要 你想要变好也很难 那个力量会牵引你 发入畅悔能消除罪业 对于今生的影响 真是灼死今生一样 从此过去的罪业 也不会在障碍形上 你的善心善根 不会受到过去的恶业影响 它不至障碍定慧的薰修 就是你在修定 修慧的时候 那么它不会障碍 所以要从戒开始修就是这样 如果你没有持戒 或是你犯了戒没有畅悔 它会障碍你修定 那么定障碍了 障碍你引发无肉慧 其实是这样 那么你没有无肉慧不能引发 你就障碍你解脱 这可以证悟 所以因为你障碍 不会障碍你定位的薰修 那么你就可以 依定发挥得解脱 所以可以证悟解脱 正如新生一样 就是重生了 所以称为清静 回复了清静的身格 假使不知懺悔 那恶业的影响 有如创伤 在心中一样 心中有如受到创伤 在深夜自私良心发现时 不免内心复旧 热闹追悔 就一直忧悔 一直忧悔 这样 那么热闹忧悔 只是增加内心的痛苦 成为修道为善的障碍 所以一经畅悔 大有无事不可告人眼的心见 就是我们讲 正大光明 清天白日 当然是心地坦白 不再为罪恶忧悟 当也就自然能心得安乐 儒家说 君子有过 则人皆见之 那么这个诗出自于 论语的论语里面 子贡说的话 这个是论语子贡说的话 儒家大部分都是论语闷子的 子贡 这是子贡讲的 子贡说 君子之过人 如日月之始练 就是君子的过失 好像日始跟月始 这个始就是一个始 太阳日始月始 一段语表人都看得到了 那么 过也人皆见之 这个过失 大家都知道 君子的过失 一有过失 一有过失大家都知道 就好像日始月始一样 大家都看得到 根也人皆养之 他改过了 他一有过失大家都知道 那么 根也人皆养之 他改过了 那么大家也都看得到 而且 这个是所谓的 孔子也说 修也信 孔子是 他叫做孔修 他说 假设我有过失 那么大家都会知道 来告诉我 我是何等的信任 那么 这个就是一种心态 儒教里面还有一个 就是子录 那子录 子录 孔子说 子录这个人 那么 人告知已有过 则死 就是 人家跟他讲 子录啊 你怎样怎样 你怎样不对 他就很感激 那一个人 没关系 我的过失有人跟我讲 那 就好像 孔子说 我孔修 我如果有过失 因为你是 就有点像是 你是很有名的人 而且大街上都赞叹你的人 那你一有过失 大家都会马上知道 跟你讲 你怎么可以这样 怎么可以这样 你不可以这样 你不可以那样 那一般人 一般人是 闻到别人讲他的过失 他就会很生气 闻过则怒 那子录是闻过则死 有人讲他的过失 他觉得 哎呀 我就好像 你要出门 那这个脸上 有大便 有脏的 有鸟 有鸟死 衣服有脏的 你跟你讲 你这个衣服脏了 他很关系 还好你跟我讲不然 我才就带了这个 带了这个鸟死到处走 就把他去掉 类似像这样 那如果我们有过失 没有人跟我们讲 我们就一直带着这个过失 那这个其实这个过失就会伤害我 那所以子录是闻过则死 那子录就讲 那么君子如果有过失 大家都看得到 那如果你改了 大家也都看得到 就比较 但是你改过 大家也都很 一样 就是 一样都很敬良你 那如果你有过失 大家都会批评你 那么这个是好的 好 那他这里讲到 他说 又说君子坦荡荡 那这个也是文理里面的 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七七 就是君子的心 心地光明 平坦 平坦荡荡 这个就是一般讲的 楊不愧于天 佛不作于地 排头看见天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惭愧的 揹着头 看见地 楊不愧于天 腦不愧于地 一生坦荡 就是这样 心地光明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心无积罪 心安理的气象 因為這個人心中光明 一片光明 坦蕩蕩 所以他心裡面沒有什麼憂悔疑慮的 沒有了 這才有勇於為善的力量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想 這個人兩個人在偷講話 是不是我做些什麼事 他知道了 是不是在講我這件事 你就會害怕 是不是 因為這個人這個表情 好像他知道我做的那些事 那你就會害怕 憂悔 你就會心裡面有一點不安 那這個久了就會影響你修道 出家壯的戒 幾為生息 就是非常的多 那麼學者因言求廣例 才知 開則慈犯 開就是開源 開源就是說佛治了這個戒 但是有一些 他治這個戒主要是目的 只要是為了讓你幫助你修道的 可是你反而因為這個戒不能修道 所以就要怎麼樣 要開源 比如說 他治過午不死 那過午不死 基本上是 你過午不死有幫助你修道 但是這個人 現在在吃藥 胃不好 他如果過午又不吃 他反而胃會痛得很厲害 他痛起來 他反而不能修道 所以就要怎麼樣 開源 他可以吃 他為了吃藥 他可以吃一些東西 那這個叫做開源 這個叫做開 遮就是遮子 這個人做了這件事 障礙他修道了 所以從此遮子 以後不可以再做這件事 所以這個遮開遮 那麼你要遵守這些規定 如果你不遵守 你遵守的叫做持戒 你不遵守的叫做犯戒 所以這個叫做開遮持犯 那有一些是你要這樣做 你才持戒 有一些是你不這樣做 你不這樣做 你才持戒 比如說你不殺生 你才持戒 那有一些是 比如說規定 規定要結膜 規定要20個人 那你要這樣做的 你才是持戒 那你不這樣做 那你就犯戒 那這個很多啦 那這整個叫做開遮持犯 環出環境 環出環境就是前面說的 那麼出戒 那麼出戒之後就回復清淨 好 能辭於禁見 三頁賢清淨 他說以下兩頌 論一也是在家弟子守應全喜 這裡是講出家 因為三聖共法 所以主要是出家戒 但是他說如果你能夠持戒 那麼三頁賢清淨 那麼在家也有戒啊 在家有五戒 八戒 一樣 他說也是在家弟子應全喜的 但從事項來說 是佛特別為出家弟子說的 這是世間向於出世靈異道的必備資料 所以這裡是三聖共法 著重在戒血為席定的方便 在家出家的七眾弟子 在修學出世道中 首先要安住禁見 那在家是世間人 出家是出世間人 以禁見為根本 那如果在家要修出世間人 那個就是八戒三間 凡人持於禁見的 身口意三頁都能清淨 這才能生能正事出世間的一切功德 就是才能生事出世間的功德 才能正事出世間的功德 就像儀教經裡面說的 若人能持禁見 事則能有善法 若無禁見 諸善功德 皆不得生 假設你沒有 因為戒就是防護 防護你生煩惱 你起了煩惱造業 造了業你要受果報 那麼你就戰道 你有煩惱造業有暴障 一般我們叫怨燒三障出煩惱 並不是你怨就怨 你要持戒你就能夠 因為一般我們講要戰道 障礙你修這個道 尤其是出世的 基本上我們講果報上的 暴障 業障 煩惱造 那基本上是這三種障礙 就是果報 業業跟煩惱 那麼你這個果報是要刪惱到 你不能修到它有暴障 你這個業讓你沒有辦法修學佛法 沒有辦法升定位 那你就有業障 那你這個煩惱也一樣 起了煩惱你就很難休息 因為我們就是要斷除煩惱的 那你這個二業會讓你一直起煩惱 一直起煩惱 那你如果沒有暴障清晰 它基本上就會一直障礙你 所以你持戒 你持戒你就比較不會有障礙 所以如果你不持戒 那麼諸善功德 積也不得生 你很難升起善法 如曰 如果就比丘比丘女的聚逐戒來說 那就要第一個 守護守受的別解脫戒 就是他告訴你 那麼什麼不能修 什麼不能修 你要遵守 假設你犯了 那麼你就要怎麼樣 要生慚愧心 如法倡吻 第二個 對佛制的詭擇 行住威以 依時應遵守的規定 尊敬師長 護士病人 聽法修訂等一切善行 這一些都要如法學習 所以他有講 應當學 應當學 就是走路要怎麼走 穿衣要怎麼穿 吃飯要怎麼吃 要怎麼學習 那麼這一些都要學 那麼做到合與律的規定 又適應世間才能不被社會的正人君子 教練的高深大德所合者 那麼第三 這個就是畸顯 就是不要到歌舞昌濟 影訪酒視 政治激光去走動 建議裡面也有規定 那因為這是容易申請不進心情的地方 它有兩個 一個就是 你去那裡 你是凡夫 你很容易因為這個禁起來 會懶 會汙染 懶不汙 第二個 人家看到你去了 就會激險 講 就是會覺得這個出家人都這樣 不親近 所以它也會影響到生患 第四個 就是小小的罪 也不可以看為輕易 就是要輕重等護 即使是小罪 那麼你也不能好像當作沒有事一樣 要嚴謹的護詞 但這個當然比較不容易 能這樣的受詞學習 就能安住於境界 隱身一切的善功能 好 那麼他說 密護於根門 隱時之節諒 勤修物於家 依正知而助 那這個叫做根綠於 就是在六根門頭修 就是說我們起煩惱都是從哪裡來的 從六根對六成攀遠 而起的 起 六根對六成攀遠的時候 起不正思維 那麼才起煩惱 照惡約受果報的 所以你必須要從六根門頭修行 防護起來 所以叫做密護於根門 那麼我們來看 他說這包含了四項修法 第一個 密護於根門 這是一教堅裡面制服五根即制心 那麼六根眼耳鼻舌生意 這個是認識的門路 所以說我們所有認識這個世間 是透過眼耳鼻舌生意 我們有這個眼睛 我們才知道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男的 這個是女的 這個是誰 這是什麼花 這些 我們有耳朵 我們才聽見 這個人在講什麼 那個人在講什麼 這是在唱歌 這是在哭 這是在笑 種種的 我們才認識 那眼耳鼻舌生意 就認識這個色身香味修法 那麼我們才有種種的認識 那麼這些認識 就會生起我們種種的想法 那麼可能就因此而造種種的業 善惡業 所以他說這個是捷公得賊的路門 所以叫公門 根門 當然你一切的善業也是從這裡生起 一切的惡業也是從這裡生起 但是一般的人因為有煩惱心 所以在六根對六成的時候 常常起諸多的煩惱 所以叫做捷公得捷 公得就是你會讓你的一些善法 不斷不斷的因為你的煩惱而流失 那麼這樣叫做就好像你好不容易修學來的慈悲 那麼因為你聽見誰說你什麼話 很生氣了開始起清真心了 那你修了那麼多的慈悲 慢慢慢慢就不慈悲了 那這樣就是你這些公得會被這些煩惱 那麼慢慢慢慢的 你的煩惱從哪裡起來 從你六根攀圓六成的來 所以這個叫做捷公得捷的路門 所以叫做根門 五根是見色紋身 繡香腸胃 絕處 那麼一般來講是色身相異處 跟見紋繡腸 這個絕是身 眼耳鼻舌身對色身相異處 其實是這樣 眼見耳聞 明秀 那麼舌腸 身絕 其實是這樣 一根是知一切保 唯六根中最主要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不外乎見色紋身乃是織法 這可要嚴密的守護 像什麼呢 像看門人 那個城門裡面守門的將士 見到雞犬亂船 小偷進來 就加以拒絕 立刻驅逐出去 一般人在見色紋身的時候 都是取相 我們就直取 直取這個相 合一的就取相而隱身貪欲 就是適合自己的 然後就生貪 不適合的就生撐 其實就在這裡 所以在這裡分別 那麼起貪撐 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心 跟著煩惱轉 那麼就會造業而墮落 所以起煩惱造業 受果報墮落 像牛的亂船 踏壞了別人的莊家 苗家 苗家 那麼 這個都是遺教經裡面說的 所以在建設紋身的時候 要密目根本 你要好好的守護 那這個要怎麼修呢 基本上就是 我們在看到的時候 那麼你要警覺我起煩惱 我起灘了 我起灘了 我要起撐了 那麼這一點要先訓練 那一般我們是起灘的時候不知道有灘 起撐的時候不知道有撐 比如說 這個別人講我什麼 那麼一聽到別人講我我就很生氣 那我生氣 我也知道我生氣 但我沒有認為我生氣是不對的 我只認為這個人講我是不對的 我生氣是對的 那這麼訓練我怎麼可以不生氣 那好 那別人站在你 你喜歡起灘愛了 那麼 你也不會認吻 這本來就應該很歡喜 那這個就起灘了 那這個歡喜是 你不斷的灘愛這種境界 那麼 你不斷的排斥這種境界 那你內心有灘 有撐 你不以為一 那麼你在意的是這個境界 那所以這個 這個不斷就煩惱不斷的滋生 煩惱不斷的滋生 那久而久之 這個人本來講你好 後來講你不好 你就因為這樣 或是這個人講你好 後來不再講你好 那這樣就很容易起煩惱造惡業 那你開始就造生業造口業 那麼不斷的造業 那麼不斷就會形成傷害 或是執取 那麼你就會墮落 所以 基本上 要密護根本就是 你要在意你有沒有起煩惱 那麼 他說 這個並不是 不見色不紋身 不是 不看不聽就好 不是的 而是你看了 聽了 你能自而不隨 煩惱走 就是說 你能克制你自己的心 不因為別人說我什麼 我就很生氣 不因為別人說我什麼 我就很高興 那麼隨著別人的話 人家要讓你高興 就說你愛聽的就好 人家要讓你生氣 就說你不愛聽的就好 那要控制你其實很簡單 要變成我們是別人的鬼人 別人要操縱我們其實是很簡單 所以他有兩個 一個就是 說你喜歡聽的 說你不喜歡聽的 那給你喜歡的 跟給你不喜歡的 那麼他就有能力控制 所以有一些人 要控制那個人 先去打聽這個人 他有什麼嗜好 所以他如果他好色 那麼就派一個 派一個比較漂亮的 或是比較英俊的去影響他 如果他耗財 那麼就賄賂他 那麼如果他最不喜歡聽到什麼 那麼就派那個最不喜歡的去刺激他 其實就是這樣 那所以你就很容易被人家操縱 那我們是因為 我們如果你不了解這個 你就容易被煩惱操縱 這個叫做你不能夠自在 你是因為隨著別人 隨著別人而有貪有撐 所以你基本上你克制不了自己 所以這裡講 他說自而不隨 不隨著煩惱而轉 如見美色不起淫欲心 見錢財不起非分之想 那麼這個你要能夠這樣 那麼他才有辦法 富貴不能贏 威武不能驅 貧賤不能贏 那麼要有正知正念才得 那什麼叫正知正念呢 你看他說 對於對於外來的境界或內心的境界 外來的境界就是眼耳鼻舌身 對色身相對處 內心的境界就是意對這個法 那麼能正確的認識他的危險性 這個叫做知其過患 那麼是好是患 你能夠很正確的分源 這樣是好這樣是患 這個叫正知 那麼對於正知的 你知道這個是好 你也不起貪 這個是不好 你也不起撐 那麼時時警覺 時時流淫 這個叫正念 如沒有正知 外境獻潛 心水煩惱轉 任賊作婦 你還以為我就是這樣 我的個性就是這樣 那麼本來就這樣 那麼這樣叫做任賊作婦 就是你認為這個是正常的 起煩惱是正常的 起撐心是正常的 起貪心是正常的 那這個叫任賊作婦 歡迎都來不及 怎麼會去制服節功德節 但是如果這個貪 這個稱 在你的內 在你的心裡面 不斷不斷展揚 會越來越重 越來越重 那麼你的貪跟稱 越來越重的時候 那麼你的煩惱就越來越重 那麼你的定跟會 你的戒定會 就越來越飽 越來越飽 一般是要讓你的貪稱吃越飽 結果你的煩惱越來越重 你的戒定會就越來越少 那麼這個叫做節功德節 你都不認為你有錯 你怎麼可能去改過 怎麼可能去反犯你的過 不會吧 所以沒有正念 死死忘失 有貪的時候不知道有貪 有稱的時候不知道有稱 有貪都不知道了 怎麼可以去制止貪 防復貪 有稱都不知道了 怎麼去制止這個稱 防復這個稱 你就不會嘛 所以他講 如小偷進門 大鄉小龍般惡種 就是你的功德就是這樣 不斷不斷流失的 好像小偷 這個叫做賊 賊就是煩惱 有賊進來 你的這個 有煩惱進來 你的這個善法就慢慢沒有了 慢慢沒有了 稱心越來越重 慈悲就沒有了 貪心越來越重 捨心就沒有了 散亂越來越重 正念就沒有了 那麼所以 你還呼呼的熟悉 沒有花絕 那怎麼能制服呢 所以基本上要先有什麼 要先有絕照的路 要知道 我現在起了貪心 我現在起了稱心 然後再升起 我要防治 我如果這樣一直貪下去 我如果這樣一直的稱心 那麼我會有什麼樣的過患 我會有什麼樣的不好 我有什麼樣的後遺症 會有什麼樣的副作用 就好像 你現在貪吃 舉個例來講 你貪吃 那越吃越胖 越吃越胖 如果你沒有警覺 你只是想著 我這個不好吃 那個不好吃 吃這個吃這個 結果越來越胖 你都沒有想 我吃到這麼胖 走路也不方便 走路也很喘 那又容易有高血壓 有心臟病 有什麼疾病 那麼 一五也不好 你如果沒有好好想 那你就 你只是想到 好吃又要多吃 多吃 結果讓自己這樣 越來越有過患 那個類似像這樣 那你如果沒有警覺到 你的煩惱起來 你這個也起煩惱 那個也起煩惱 你沒有思維它的過患 那麼你就常常起煩惱 常常起煩惱 那麼你的一些善法功德 就漸漸漸漸漸漸 沒有你 所以他這裡講 緊密的守護根本 才能止惡 才能惡法見乎 功德如日真 說修行在平常日用中 要從這些地方阻力 就是說修行 基本上送經念佛拜餐 都是要讓你知道 讓你知道 你在日常生活裡面 怎麼不起煩惱 怎麼樣增展善法 怎麼樣減少貪生吃 怎麼樣增上戒地位 都是講這個而已 如果你的修行 只是在佛堂上面 只是在送經的時候 只是在念佛的時候 那個你的修行不是真修行 它必須表現在 你日常生活裡面 你有絕躁 你平常送的經 念的佛 拜的餐 在起煩惱的時候 它會有作用 那麼這個你才能夠 因為修行 不愧是修這個心 這個心在什麼時候 容易起煩惱 當然是在日常生活中 起煩惱 它很少在你面對佛的時候 正在送經的時候 正在念佛的時候 起煩惱 沒有了 但是你念佛 你送經 他基本上都是訓練你這個心 要有正念正之 要有絕躁的力量 要有念之在之 有這個力量 所以 他說 就是要在平常日用中 這些地方著力 好 那我們今天先講到這裡 大家合掌一下 願你此功德 願你此功德 普及於切 普及於切 我等於眾生 我等於眾生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